我国全级好手黄晓文30号在世界全总年终赛中 女子57公斤级金牌战登场 面对杭州亚运同牌得主的蒙古选手 在战友身高优势的情况下 黄晓文在首回合就与对手保持距离并四肌进攻 后来黄晓文就以3比2领先对手 第二回合落后的蒙古选手多次尝试缩短与黄晓文之间的距离 希望打一个晋升战 但也都遭到黄晓文成功逼退 甚至是遭到黄晓文的反击 反而被拉开了差距 最终黄晓文在三回合打完后 以4比1胜出顺利拿下金牌 而她的好朋友林玉婷第一时间也在社群平台 po出黄晓文夺金瞬间的影片并且恭喜她 而今年黄晓文在巴黎奥运遇到了误判事件 导致没有办法顺利夺牌 而这一回她在年终赛前先是到日本疑训备战 而她也不负众望一路过关斩将收下了正面金牌 另外台湾纯后林玉婷这次原本也要参加世界全走年终赛 没有想到在赛前被质疑参赛资格 最后决定主动退赛 对此WB主席也主动表达了歉意 并且强调未来会完善性别政策相关的检测规范及标准 对此 对此